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媚频道,我是韩媚,我是主讲人韩媚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想说一说关于郭文贵 我前天做了一个视频说关于郭文贵 我在视频里面说,我很久没有看郭文贵了 很久没有说郭文贵了 还有一个网友跟我说,显然就是一个蚂蚁了 他跟我说,得了吧,你不说郭文贵 你天天都在看郭文贵 你天天都在那个关注郭文贵 你一天不关注郭文贵,你就得死 我的天哪,真的是 你这就跟那个吸了毒似的 说是吸那个病毒是好幻想啊 吸完病毒以后会幻想和多疑 你这个真的是跟吸了毒似的 但是呢,我昨天呀,还真看了这个郭文贵一个视频 郭文贵这一个小时的视频,我差不多快看完了 为什么我看了他这视频呢 这郭文贵现在呀,蹭热度 蹭谁的热度呢? 他蹭黄河边的热度 他把那个题目里面写着是黄河边 然后呢,所以我就看了他那个视频 我想,我看他如何来污蔑人家黄河边的 要说是郭文贵呀 首先呢,我想对这个郭文贵表示一下同情 郭文贵呀,挺可怜的 其实,你看这郭文贵经过这一年呀 现在,去年的时候呢 还是一个荣光焕发的 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荣光焕发 可是,你今年再看他 真的很憔悴,很苍老 小老头了 就是一个小老头的形象 挺可怜的,其实 你说他本来在国内吧 他应该可以和那个,就是刘强东一样 但是他比刘强东岁数大 当然应该是跟这个刘强东啊 马云啊,国内的所有的富豪吧 一样,对吧,享受生活 但是他现在就是搞成这样 真的是,其实也挺可怜的 他在里面还说 他的家人都被抓 他家人几次被抓,被判 然后他妈妈呢,也那个得了重病 他说跟他视频的过程当中呢 还大小便失禁 挺可怜的 你想想你就能够那个想出来 对吧,一个老太太 然后这个家里面的这儿子呢 跑的跑,跑到国外的呢 见不着面 留在国内的呢 老是被抓,被判刑 其实也挺可怜的 本来那么有钱啊 可以,这个生活真的是 应该是很舒适 很享受 很奢华的生活 但是现在搞成了家破人亡 但是 中国有一句话叫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不知道他妈妈 我不知道他哥哥有啥可恨之处啊 我不了解 但是郭文贵啊 真的是挺可恨的 他挺可恨的,这个人 他到现在他认识不到 他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我们不说他在国内经营的 那些问题他出在哪 就是他出了国以后 从去年以来 对吧 他刚已出来的时候 说实在的 虽然说 他打从一出来 他第一次 他并没有提 什么那个民主啊 什么喜马拉雅他也没提啊 他提了一个说是他用了27年还是28年 搞了一个过期条 你第一次你都没提 你第二次提 谁信呢 其实没有人信 尽管如此 但是大家还是支持他 还是支持他 那会儿真的是差不多 差不多是万中一心 都支持他 可是他呢 对吧 一个一个的都打跑 他现在造成了 现在围在他身边的 只是几个 就是小喽啰 这些人还指不定怎么想的呢 就是利用他 或者是冲着他的钱 或者是就蹭他热度什么的 正经人 谁还沾他呀 对吧 全被他打跑了 连老诗人郭宝胜 都被他打跑 对吧 不仅被他打跑 然后还给他一定要 把他打成一个对立面 不反郭文贵就不行 天天刺激 非常非常的作 这个郭文贵 老是不惜去教训 他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他又体现了出 他这个大法盲的这个本质 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呢 他倒是也不是犯罪 就是去伤害 侵害别人的权利 首先呢 他侵害了人家林肯中心的权利 他就跟吸了毒 似的 就是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怀疑这林肯中心呢 就是受了共产党的这个蓝金黄 咱们不知道 我就听他说蓝金黄 咱们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有蓝金黄这回事 有没有这个词 就听他说这个词 从来没听说过 我是没听说过 他呢 现在呢 就说是要搞什么 王健的那个 调查新闻发布会 所谓的啊 他指不定是要不要搞呢 以前他就说他要搞 然后到最后他还是在他们家客厅里面胡说八道一通 现在呢 他又说 他说 他也不想到林肯中心去搞 他就跟着律师说 说咱们试试看啊 我证明给你看 这个林肯中心被共产党拦机黄了 然后他们就联系人家林肯中心 他并没有 他无意去到林肯中心 去租人家的场地 他就是去 就是 就是钓鱼 就是证明 就是证明说 林肯中心 被这个共产党拦机黄了 联系林肯中心 然后到林肯中心的现场 去勘察 人家林肯中心呢 就得那个 接待他 人家就接待他 陪同他 然后付出时间 付出精力 付出劳动这些人员 然后给他介绍啊 给他那个 做一些事情 结果最后呢 人家告诉他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在明年2019年2月份之前 都已经不可满了 他自己说的 他说我们跟你签的这个合同呢 需要解除 说无效 他上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下一句话他又说 没有签订核 不知道到底签的合同 还是没有签订核 反正呢 人家就跟他说 在2月份之前 已经不可满了 然后他就跟那律师说 你看看怎么样 你看看怎么样 被蓝金黄了吧 我就知道 他们不会那个 租场地给我的 那人家说 2月份之前 已经不可满了 那你要是说 哎呦我不 我2月份之前 我这日期可以往后推 我可以推到3月份 那你不是说 我可以推到3月份 你看他们怎么说 他横不能说 我就不租给你 他要说 我就不租给你 我就绝对不租给你 对吧 那这个 有可能说是蓝金黄了 你也可以问问他 为什么 对不对 人家说2月份之前 已经是不可满了 这就证明了 他们是蓝金黄吗 怎么能证明这事啊 说明不了啊 他这事呢 他伤害了人家 林肯中心的权力 伤害在哪呢 他根本就无意义说 要租人家的场地 人家要是说 有 我要租给你 他也不会租的 他会找各种借口说 合同无效 就不租了 他会干这样的事 但是呢 他根本就无意 来租人家的场地 他让人家以为 误导人家 让人家以为 他要租场地 人家付出了真诚 对吧 付出了劳动 付出了时间 付出了精力 人家有可能还付出金钱呢 对吧 人家可能还打印一些东西 准备一些材料什么的 都有可能啊 那这些陪同他这些人员 那不拿工资啊 对吧 人家都付出这么多 但是他是没有这个意图的 这叫欺骗啊 欺骗了人家 给人家造成了损失 这是他第一个 侵犯了人家的那个 伤害到人家 民事伤害到人家 第二呢 他错在哪呢 他等于说诽谤人家 他跟那律师说 现在呢 他跟广大的网友说 林肯忠心 被共产党蓝黄金了 蓝金黄了 蓝金黄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被贿赂了呀 贿赂他们了 他们接受贿赂以后 不公平地对待郭文贵 这是他对人家的指控 这个指控是不实的 没有根据的 完全是臆测 这是诽谤 这是郭文贵的大法盲 凭空就犯这么一法 无视法律 不尊重别人 一点尊重都没有 人家林肯忠心 他对人家不尊重 肆意地耍弄别人 就是他干的这事 还在视频里面说 你说他是不是法盲 他第二法盲子在哪呢 那第二他就说到 人家黄河边了 我们都知道 人家黄河边叫黄河边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义名 但是呢 他查出来了 人家黄河边的真实姓名 他还查出来了 人家的老婆 孩子的真实姓名 他还查出来了 人家黄河边 以前的一些个隐私 然后呢 他就拿出来说 公布公之于众 人家黄河边 以及他家人的隐私 其实他说的这些 还不见得属实呢 如果他不属实的话 那就是诽谤 他在视频里面 很嚣张地就说 黄河边 你去告我 你去告我 我就在这 我就说了 你去告我诽谤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黄河边呢 曾经在他的视频里面 说了就郭文贵 诉他的这件事 黄河边他没有反诉 黄河边其实应该反诉 我没有注意到 以前郭文贵 是如何诽谤 黄河边的 以前我就觉得 黄河边要不反诉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郭文贵呢 可能也不构成诽谤 没诽谤 只是骂人 但是郭文贵 昨天那视频 绝对构成诽谤 他绝对是诽谤 对黄河边 应该是影响挺大的 黄河边 应该反诉他 不反诉他 就太便宜他了 大家不用担心说 反诉他 完了以后呢 得不到执行 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一定不能放过他 他侵犯了别人的权利 一定不能放过他 先要求法院来判定 这个郭文贵 侵犯了别人的权利 他诽谤了别人 要求他赔偿 之后再考虑如何执行 执行总有办法的 他的那些个财产 名义上归了他家里人 名义上是归了家里人 可以说服法院 来刺穿他这个财产 所有权的这个问题 你光名义上 名义上 你把你的财产 都转移到别人的名下 然后你就肆意的 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你就觉得别人 就没有办法 我就不相信这个法律 能让这样的人 就逍遥法外 而且他在中国 是有财产的 如果到中国去主张 执行他那些财产的话 我相信中国政府会配合的 因为这是一个 大快人心的事 这是也是一个 让共产党痛快的事 他是会配合的 肯定是需要做一些工作了 第三呢 光文贵在视频里面啊 他说了 他家里人的情况 他什么五哥六哥被抓 反复被抓被判 然后他妈妈的那个 我在刚才那个视频的 开头说了 我看了他这些以后呢 我这人啊心软 我看了他这些以后呢 其实我对他挺同情的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你看他现在成了一小老头了 挺可怜的 尽管他挺嚣张的 但是你能看出来 他那种落魄 落寞 挺可怜的 但是他就是老是那么可恶 可恨 你说你可怜 然后你就说你可怜 你说你的事 你就说你的事就完了 他时时刻刻 他也不忘了去攻击别人 他说你看 我家里面这么倒霉 我家里面这么多 遇到了这么多事 我有去要求别人募捐吗 我有要求别人募捐吗 有谁像我这样的成百万的付出 说你夏业良 你自己啊 你银行账号里面 有一百多万的现金 然后你不用 你还募捐 说黄克边 你啊 你账号里面 起码有五十八万的现金 然后你不用 然后你去 他说没说黄克边募捐 好像没说黄克边募捐 就很可恨 这个郭文贵 你说你自己啊 他错就错在这 你说你自己 你就说你自己 就完了吗 其实也挺可怜的 你为什么老是要去攻击别人呀 为什么老去攻击别人 老去打击别人 那能是真的吗 我就不信那夏业良 他能有一百多万的现金 那黄克边还能有五十八万的现金 我就不信 我咋那么不信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去年你第一次出来的时候说 我就是保命保财报仇 你激起了多少人的同情 激起了多少人的义愤 差不多是万众同心来支持你 多好的事啊 结果你第二期 然后你就出来了 说我花了二十七年 然后搞了一个什么锅漆条 谁傻呀 谁傻 事实证明就你傻 别人都不傻 包括现在那些锅蚂蚁 对吧 他们也不傻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小九九 那些锅蚂蚁 就锅恩贵傻 那些律师也是 那些律师 他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小九九 你玩着那一套 说实在的 谁都能看出来 一天到晚的嘴巴里面挂着班农 我就不知道 这班农难道说 对你的看法 不会那个什么吗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记者去年了 你搞一个 那个老外的记者 到你们家 对吧 然后你在那儿 那个就是做一段视频 然后你说 这是我的日常 这是我日常的工作 然后人家老外的记者 就是说 你在家里面 就是做这些视频 然后就能推翻共产党啊 你说啊 然后老外 老外一脸的那个不屑 太傻 太天真 光贵真的是太傻 你应该醒悟 你要听我的 从现在转变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你还能把人心再捡回来 你这样下去啊 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死路一条 你死定了 万人唾弃 那些个蚂蚁不是真心的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收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次再见